今天这个快递小哥打面熟呢 这边都熟完了吧 哦 都熟完了 有点像他爸呢 嗯 快递老头 刚献完血回来 又献血去了 给我拿了瓶酸奶嘛 这我爸用血换来的饮料啊 红枣的 爸这个你自己喝啊 那不能喝 不行 你献完血就需要补充营养 你怎么能干了拿来呢 每次都这人家给你啥 你都干了拿过来 这怎么换新车了 这这么新的吧 重新喷漆了这个地方 全喷了吗 嗯 不好的一样都整了 我想没给你创的地呢 那不都整完了吗 哎呦去 在家正亮啊 不还以为我爸提个新车来的呢 正亮正亮的 你就是你以前造的多狼吗 以前一头那个小货车 都小心车了 这边都整了 行挺好的 结果怎么感觉老常人家没见到咱爸了呢 那可不得 是因为都不来店的事吗 嗯 完了有的时候在家睡觉了 或者是就给大臣干活去了 多少钱了 一礼拜多了 是吗 十二天了 完了你这一大早又去献血去了 嗯 使劲造火 哈哈哈 不行 板不能那样 我爸前一段时间发个朋友圈上榜了 第几名那是献血 这家伙的 不是按名次算的 那啥算的 就是 都是一样就是那没有名次 那我看了有限了多少毫升多少毫升的 那是 啊就是 8000毫升以上的 我我要是算起来可能二三四斤都有 那你就赶紧把那个喝了 你别跟他俩拿了 拿他喝上干 我都副了两个了 再喝一个 你说你都献血了缺营养 你说你捞给肥养 我不缺营养 哈哈哈 缺五花肉 哈哈哈不行 这两天不行咱俩 买点五花肉 我先给咱爸做一个脆皮五花肉的补 嗯 喜欢吃啥就给他吃啥 不行 五花肉咱家里有 咱爸有话也得献血呢 五花肉不能种吃 那妈要血脂高 现在血不合合 哈哈哈 劝不动我爸 大家经常说让我们劝劝我爸 别献血别那么累 你看 劝不动 不是 今天就我一个人献血 哈哈哈 他就有有缺的急需这个 我爸反正就是谁叫谁到 前一段时间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那时候拍视频 就是有一个阿姨 当时 缺血 紧急家里面需要用血 然后我爸给 现在给我把打电话竞争感谢 哈哈哈 给我钱 拿信封我装一大钱 我不知道多少 让我给推去了 免得我都知机会的 对性质就不一样了 咱这献血不能卖血了 哈哈哈 我就取 取那个献血证去了 完了拿信封 这么厚吧 我不知道有多少 爸 十多老万钱 救人一命送到积极 不是 我 我是 给后代积德 走 咱俩走了 不想停了 走了 不想停了 花上去完事没完了 就这种不懂车的 我到那里以为就是新车 我就买了 爸 给他讲一下 为什么全喷起了 哦 你不知道吧 年间出了个小事过 128年天 你给我创这儿了 让一样一个私家车 创这儿了嘛 那我看你什么呢 里头没事 哎呀 外头是新车里边是旧车 里边还是原样 哈哈哈 老头车 我爸新提车了 不对 这么告诉大家 那个 我爸新提了一辆车 真新 新车 我怎么感觉咱爸这几天没见 变帅了呢 你看那鞋 你看牛仔裤 还有那衣服 他干活穿的这么帅 小伯爷咱爸待会受不了了 不喝啊 我走 走了 不要 那就扔那点吧 开他走吧 再见 我老头叫 谁到了